天气炎热 尤其在中午的时候 台南 高雄都陆续发生停电状况 高雄市则是因为一部拖板车 它撞断电线杆 那么台电为了抢修 只能在附近地区 让上百户的住户暂时停电 而台南则是有一名警察开了警车 要前往处理车祸时 因为身体不舒服 撞上路边的变电箱 也造成当地大停电 车辆慢速前进 还有些偏离车道 然后就一路往右开 一头撞上路边变电箱 附近住家马上停电 中午12点日正当中 气温32度 室内又黑又闷 热得受不了 大楼电梯停摆 住户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回家 大热天 有民众要装冷气清凉一下 却无预警停电 工人只能在门外干等 台南市健康路附近760户 因为变电箱被撞导致停电 造势者竟然是赶着要去处理车祸的远警 远警身体稍赶不适 想要路边停车做休息 不小心擦撞到变电箱 车上远警没有大碍 台电一个小时抢修完毕 民众从酷热中解脱 但同时高雄大树132户住家 也陷入停电的噩梦中 造势的这部20吨拖板车 倒车转弯时撞断电线杆 半空中的电缆线 也因为强力拉扯松脱 台电为了抢修 只能委屈附近住户 暂时停电三小时 自助餐业者就怕食材腐坏 冰箱少开 这间包子店也立刻快马加鞭 拖板车造势 撞断电线杆 台电将依法求偿 高雄台南两起车祸 意外造成停电 900户住家在大热天 饱受酷暑的煎熬 记者刘文发 杨文华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